红黑色 博士的报道 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 中国是俄罗斯能源的最大消费国 两国尤其希望在经济与地缘政治上加强合作 对抗北京担忧的美国向亚洲转移的地区战略 预计习近平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能源出口协议 让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习近平与第一夫人彭丽媛抵达俄罗斯不久前 中俄两国宣布了一项20亿美元的 有关开采西伯利亚东部煤矿的协议 普京曾表示 他希望在俄罗斯的经济航行中搭上中国的东风 如果中国在习近平的十年任期内 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俄罗斯的这一意愿将会更加强烈 普京与习近平在这次访问前相互呼应彼此的善意 现年59岁的习近平 谈到在年轻时阅读俄国名著 60岁的普京则说 俄中关系是两国数百年来最好的时候 俄罗斯与中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他们在近年来的重要国际问题上加强了协作 两国三次联手阻止了西方国家 在叙利亚冲突问题上采取措施 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也紧跟中国脚步 中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西方国家一道参与谈判 但是减轻了安理会过去对伊朗的制裁 并反对对伊朗进行新的惩罚措施 在领土问题上 在中国与日本发生岛屿主权争端的同时 俄罗斯加强控制了日俄有争议的群岛 中俄还一并反驳西方国家对两国人权问题的批评 不过中俄双边能源协议并非一帆风顺 这体现了两国关系中持续存在的局限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另外一方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即将结束 对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访问之际发表讲话说 历史的悲剧提醒人们仍然要与反犹太主义思潮作斗争 有关详情请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报道 星期五早上 奥巴马总统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 以及总理内塔尼亚胡一道 参加了在犹太建国运动创始人赫茨尔 和被暗杀的前以色列总理拉宾的目前 举行的竞线花圈仪式 然后奥巴马总统在庄严肃目的气氛中 参观了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 并在那里发表讲话 他说 这是我们的责任 不仅要见证这段历史 而且要采取行动 目前对我们来说 这就意味着要同偏见固执 所有形式的仇恨 种族主义 尤其是反犹思潮作斗争 奥巴马星期四还在耶路撒冷大学发表演讲时承诺说 以色列并不是独自面对针对他的安全威胁 同时他敦促年轻人争取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 作为获得真正安全的唯一途径 在访问中东的过程中 奥巴马总统誓言要毫不动摇地支持以色列 并表示相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是以色列的真正和平伙伴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美国官员乐观表示 中国将对于朝鲜的财务往来加强审查 以此落实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 主管反恐和金融情报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柯恩说 他相信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 会注意到这个新的规则 制止非法资金进入朝鲜 是联合国制裁措施的关键部分 中国是朝鲜唯一的外交盟友和主要的贸易伙伴 不过这次明确支持制裁朝鲜的立场 联合国3月7号宣布的制裁措施 包括加强对朝鲜非法大笔资金转账的限制 遏制朝鲜为其核武器 导弹和军火项目提供支持的金融机构 以及打击朝鲜获取禁运货物的努力 这个新的制裁能否有效将取决于中国的合作 美国国务院制裁事务协调员弗里德 星期五在北京说 中国是解决问题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本着合作的精神与美国一道工作 新闻最后朝鲜星期五宣布 韩国星期五宣布 尽管朝鲜半岛紧张关系持续 韩国政府将允许一个慈善组织 将医疗用品送到朝鲜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金炯熙说 这个慈善组织将运送价值6万美元的补给物资 给朝鲜八所治疗肺结合并的诊所 这位发言人还说 韩国本着建立南北互信的精神 允许人道援助进入朝鲜 并希望能够修复与朝鲜的分歧 最后能够完成南北统一 在另外一方面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 他们丝毫不担心朝鲜最近的挑衅言行 但是他们会持续密切关注平壤的军事动态 好的 各位观众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稍后将是由宁昕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美国之音 VOA卫视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 3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昕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习近平的中国梦 内涵到底是什么 中美交锋不断 美籍华人站哪边 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语言刘平先生 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戴博先生 他的英文名字是Robert Daly 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保生先生 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最近在人大的闭幕式上发表讲话 高调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引发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梦之说显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 执政的核心价值从胡温时代的和谐社会 转为习礼时代的富国强军民族复兴 那么习近平的中国梦到底是什么含义 和不一百姓的中国梦有多大的差异 和胡温时代相比是进步还是倒退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那么首先我想请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习近平对于中国梦的定义 他的原话呢 就是说这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那么你对于这个定义怎么看 有没有什么新意 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是在去年十八大 他接班之后 那么后来就引起了争议 像南方周末事件 那么民间跟官方的解读就不一样 民间解读中国梦就是宪政梦 那官方解读的中国梦就是帝国梦 那么这次两会之后 习近平全面接管党政军权力 有进一步对中国梦做了一个解释 那么他这个解释刚才提到那三条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其实这三条在过去六十多年 我们耳熟能详 应该说是老生常坦 老三篇毫无新意 那么他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概念有逻辑上的问题 因为在江泽民时代就说了 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 而在毛泽东时代就说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特别是包了原子弹之后 就是说美中苏三强并立 那么现在习近平说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对过去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 他们这些人作为的一种否定 这是一个 如果说他承认中华民族已经复兴了 那么现在所做的 是不是又是锦上添花 而不是雪中送炭 多此一举 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中国梦 我觉得中华 就关于这个复兴 中国人民觉得如果自己的尊严 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福祉有保障 这才是复兴 但这个复兴中华民族的确还没有实现 好我想请戴博来跟我们分析 我们知道像华尔街日报 或者这些西方主流媒体 对于这个复中国梦 它有一个很强的内涵 就是所谓的强军梦 因为习近平也多次提到 那么比如说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评论 就引用一位美国军人 高级将领的话 说他们就说中国 中国到底这个复兴 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要复兴到什么样的地位 中国到底觉得 自己应有的地位是什么 所以他们就是在 从军方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是比较感到比较担忧 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边来讲 就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那个国际利益 一直在扩大 中国要发展它的那个 军事力量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几个星期前 我在那个夏威夷 跟一些美国的那个海军 的一些高级军官 就是见面的时候 他们也说 其实中国有一个航空母舰 有三个有四个 也没有什么奇怪 是正常的 关键问题是 他们要这些武器 为的是什么 所以中国的那个 伟大的复兴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目标 是什么的 我们的行为军则是什么等等 这些他们没有讲清楚 所以中国要发展它的那个军队 也没有什么令人 就是非常的奇怪的 关键是目的是什么 他们打算怎么使用这些 这个梦 这个规模到底多大 好 老师 谈到梦呢 我们会问三个问题 一个是这个梦是谁做的 第二是你的梦的内容是什么 你梦见什么了 第三个 你这梦说给谁听的 如果你不说的话 是你自己的意识活动 谁也不知道 那么我看到 有很多西方媒体就说 习近平他最近九次提这个强国梦 其中最主要的内容 还是强军梦 强国梦 所谓文艺复兴 只不过说 要到了2049年的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一百年的时候 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之一 至少是一个地区强国 那么这个梦 我想一般不是普通人的梦 普通人的梦是什么 我梦的生活更好一点 我有一个汽车 我有一个房子 就像我们谈到美国梦 美国梦很简单 就是美国个人的梦 我拥有一个 在美国拥有一个住房 对吧 自己生活状况很好 孩子能够受到教育等等 这都是美国梦 谈到一个国家的梦 你就想这个梦是谁做的 西方好多媒体也做 也说这是中国所谓 权贵利益集团之梦 而不是普通老百姓之梦 因为习近平在谈到 人民幸福的时候 你的指标是什么 没有 完全空档的 第二 这个梦的内容 刚才我们也谈到 更大的成分上 是一个国家的概念 是一个军队的概念 这跟中国近年来 在外交上 触到一些 很难处理的 这个领土问题 主权问题有关 跟军队的崛起 中国军队在中国的内政 中国的事故当中 发挥更大的 发言权有关 那么第三 你这梦说给谁听的 还是说给统治集团听 而不是说给老百姓听 好 非常有意思 刘平 强国梦啊 我觉得这个话还不错 但是强军梦的时候 就让我想到历史上 中国曾经遭遇的重大挫败 中国面对西方的 船间炮利的时候 中国要讲复国强兵 结果甲午战争 中国给打得稀里哗啦 也就是说 你有强大的军队 那个强大两个字 可能只是表面上的 你在体制上 你在人民对你的 整个国家的向心力上 还有像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上个礼拜讲的 中国在整个世界上 你的定位的问题 这些事情恐怕才真正是一个 国家强大时候 必要的指标 如果只是说 你想要有一个强大的军队 这个军队是为了什么 是为你的科学发展吗 是为了你的文化进步吗 是为了你的民生改善吗 或者只是为了强顾 你对刚才保生讲的 说你强化你的统治 如果这样子 这个强军梦 那真的不是以我们老百姓 一般的梦 我觉得这个分析非常有意思 因为刚才拜博说到的是 军队对外的作用 那么保生跟刘平强调 是对内的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 习近平曾经说过 前苏联崩溃的教训 最大的教训就是政府 就是他们那个党 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所以其实它有一个 也很强的这个内 就是对内的一个含义 好 这个破空好像 强军梦 如果把强国梦扭曲为强军梦 很容易想象到军国主义 因为现在说强军梦的时候 我们要 刚才戴博也讲得对 说中国是一个大国 经济增长 有相当的军力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刚才刘平 我很赞同 就是说你这军力拿来干什么 这个中国的军力 你十度增长 这是可以 但是我们在过去24年 中国军力以两位数 每年增长 而且中国经济 已经是高速增长 而每一年的军费增长 都高于经济增长 这个时候就提出三个问题 那么是不是中国面临了侵略呢 是不是领土和主权不完整 有人在侵略我们的国家呢 你需要这么强大的军力呢 如果是这样 你可以理解 但事实上我们看不到 有任何外国 有任何国家 对中国发动侵略的这种可能性 并没有到二战时候 亡国的关头 也没有到18世纪 19世纪 面临船船抛地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就你要这个军力是干什么 如果说你说你因为是 钓鱼岛 东海 南海 这些领土丢失了 要去把它收复 那这个问题就有逻辑问题了 就过去六十多年 你在干什么 如果你真的领土丢了 你年年都在讲 这个强大 讲领土完整 那么你的政府的责任在哪里 你真丢了领土吗 那你对人民谢罪了没有 道歉了没有 下台了没有 如果不是 那你如果说你没有丢失领土 本来是有争议的领土 你要去夺回来 那么是不是一种侵略行为 或者军国主义行为 不能做下来好好的协商 解决这些争议 所以所有这些就回到一个问题 中国的军力究竟拿来干什么 我们联想到利比亚和叙利亚 当利比亚和叙利亚人民 起义的时候 那个政府用强大的军力 对付他们 那外国的这个文明国家 就来支持反对派 而中共怕的就是这一点 所以它要庞大的军力 实际上不是对外 而是对内 就像1989年六四所展现的那样 用了三十多万中国军 来对付手无寸体的人民 所以这样的军队 它不仅是对世界的威胁 事实上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威胁 那个习近平他最近老讲这个中国梦 他当然不是讲给我外国人听 但是我们外国人还在注意 因为现在那个中国 是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他老说所有的中国人 就是我们共同做的梦 他怎么知道 也怎么可能 所以然而我觉得是个强制性的梦 而且对很多外国人会觉得 这是打一通的另外一个表现 千人里面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同一回事 就是说如果你中国人不做这个梦 你就是汉奸 你就是一个背叛国家 而且同时的话 那个党局在将那个创新 中国那个发明力要增加 可是所有有创新力的人 他们总是有一点跟那个主流 强返掉的 总是离留了那种人 包括那个技术方面的那个发明力 艺术方面的等等 所以这些人 你有创新力的人 我并不要他们做我所做的梦 不要他们有自己的奇奇怪怪的梦 才是创新力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 他讲的有点不一致 有点那个自相矛盾的 我先提到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中国梦 强调的是集体主义 美国 你说到美国梦 强调的是个人主义 所以这中间是一个集体 对 好 谈到这个强军梦的 西方媒体 还外部世界 更多的是关注中国军队将来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会在中国的国家事务当中 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的争执当中 发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 习近平他强调 强军梦也有他对内的考虑 因为最近中国军队内部高层腐败 买官卖官等等 这些方面的新闻层出不穷 最近还有报道 那么总后的前副部长 现在在进行调查 而且矛头可能有 可能会指向前任或者现任的 中国的这个军委的成员 那么就是说军队内部 面临很大的问题 腐败非常非常的严重 你说这个总后的副部长 他的家里边有很多是数万几十万几百万的人民币 然后茅台酒几万瓶 他把他家当成了总后的这个仓库了 这个问题据说习近平大怒 而且习近平的我们客观来讲 他从小和这些军队的子弟一起长大 他在军队当中还是有人脉的 他也意识到如果不把军队内部整好 稳住的话不整军的话 中国将来政权的这个统治将面临很难解决的问题 老师除了你说这个腐败问题 其实我想就是在军队内部还一直有一个争论 就是高层将领里面 包括就是军队国家化 曾经是一度是中国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 就是说军队国家化非政党化 也就是说军队成为一个独立的 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党的这个 那么习近平当然是非常反对这个 他就是说这个军队一定要在党的控制下 他上台以后非常强调这一点 军队一定要置于党的控制之下 对 其实我本来就想讲 你还没问我就想讲这个 你现在一天到晚讲中国来讲爱国 结果这个国跟党两个是实为一体之两面 这个就让人觉得说 你今天如果不爱这个党 你是不是就不爱国 很多人是挑战共产党的一党独大的权威 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整个的中国 或者是为了中国的人全民 同样道理今天党 这个宁兴刚才讲了 这个党现在永远是 这个党指挥 这个永远是坚持这个对于党的控制 军队的控制 你就看美国的这个每年的人权报告里面 谈到中国的时候的第一句话 就是党是一个绝对的控制机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军队其实没有办法达到 像这个一个所谓的国家化 你既然不能达到国家化 你没有这样的机制 这个军队永远是为党服务 它就不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要把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 前些年在中国军队内部当中 以及中国高层当中 对所谓的军队的国家化非党化 也有很激烈的讨论 但是最近这些这几年 我们看来这种讨论示威 对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没戏了 更加趋于强硬 特别是军队的强硬派的声音 越来越占上风 就是说今后这些年 所谓军队国家化 非党化的讨论 我估计不会走到任何 我想听听破空的分析 破空我们知道 我们把这个分析再往深度推一点 就是从习近平的个人背景 我们知道习近平作为中国这个革命领袖的后代 而且跟军方也有相当深厚的渊源和关系 那么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说 他是一个就是说 一个要保卫中国红色江山的这种意识非常的强 从这一点上 其实他跟薄熙来可以说是有一点相似之处 就是说他作为革命的后代 那么他这个保江山 保这个军权 保政权的这个意识非常的强 所以你从他上台之后你来看 其实他的言论从某种程度上 跟胡温时代的这个草根性 或者是说关心弱势群体 和谐社会等等相比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是一种倒退 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他提到三个自信 他说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他讲理论自信 邓小平提过 就是说不管白猫黑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就是不争论 也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 其实没有理论 第二个 你讲道路自信的时候 邓小平也说过 就是说不要争论 信资还是信赦 往前走就行了 就是没有道路可言 道路是迷失的 在讲这个制度自信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今天中国的成就 主要是由于人民的勤劳 人民的聪明 重伤意识 和巨大的人口优势 浮原优势造成的 而中国的问题 像环境污染 贫富分化 贪污腐败 都是制度造成的 就制度没有优势 而且制度是 这个国家前进的一个弊端 说习近平的三个优势没有 有什么优势呢 习近平有的是权力优势 你看他不管走路 他说话 他跟胡锦涛相比 他显得非常沉着 非常有底气 而且说句话来也很有底气 为什么 他的权力有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是说 他是太子党 他觉得他是继承了 父辈的江山 理所当然 所以说坐在那把教育上 没得说的 第二个 他是江泽民那一派推上去的 而江泽民这一派善于权盟 所以江泽民这一派 对他不会构成权力威胁 那么胡锦涛这一派 没有权盟 而且胡锦涛这一派不善 而且把这个权力 全部交给他了 所以他这方面也有自信 再一个再老的人也影响不了他了 所以这个角度又是一个自信 再一个 习近平觉得 他是能够摆平关系的 他是以善于摆平关系而著称 他觉得国内部的关系 在中国这个关系学的社会 内部的关系比外部的关系更重要 来自内部的危险 比来自外部的危险更重要 所以他不管是治军还是整国 他都自在统合 自在内部而不自在外部 实际上他说了一套空话给人民听 所以他反过来的话 他是在的确在巩固 这个共产党的江山 所谓习近平的强国梦的提出 在我看来也反映了 中国意识形态的破产 因为在过去中国强调 所谓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最近也有像刚才破工业谈到了 是道路制度理论的优越 那么这三个优越 随着义俊卿的下台 已经彻底的没有任何的说服力了 已经变得非常惨白无力 这时候习近平作为一个新上任的最高领导人 总要有自己的一个说法 来给老百姓有一个说辞 来鼓动民心 所以你们大家都有一个梦 我可以代表你们 而且最重要大家不要忘掉 它所谓的民族复兴 这个民族复兴指的是什么呢 又是中共这几十年来一直所强调的 我们中华民族过去数百年来 一直被外国为帝国主义 所奴役 所压迫 所欺辱 我们现在终于站起来了 他希望以此来激发一些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爱国感 但是如果你不强调 你不去做踏踏实实做事情 让在道义上 在正义上 让公民感到心里有气 你否则你怎么激发起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过分地剖析习近平的这些说法 因为世界各国领导人 他们最的这些政治人 他们讲的话 80% 90% 尤其是一些口号 也都是空话 什么奥巴马的 Yes we can 或者他的forward 这些东西 一点内容都没有 所以这个习近平的 我觉得那个强军主义这些内容也有 就是民族主义也有 可是其实他还是说那个人民幸福 那他说人民幸福 肯定是有他的定义问题 像你说的 他的那个幸福的表值是什么 不包括自由 最让我担心的是 他好像讲中国梦 他从来不提中国的宪法 是不是 可是同时的话 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关心 也是想改善什么 租房问题 那个消费品和那个 食物的那个安全问题 这些污染问题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说他 毫不关心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梦的一部分 就是说那个物质生活 或者光是用每一个人的那个 手入来衡量他们的那个幸福 这些你不能说不包括在内 他当然是包括在内 但是是排到最后 你看他先是说是国家富强 然后是民族振兴 可是我们也不应该互联 人民幸福 所以这三个 我倒是赞成这个戴博刚才讲的 领导人常常喊出一些口号来 是要所谓的凝聚人心 但是我不断成你说的 他这个真的就把那些问题 就当做是 也当做一个重要问题 我真正担心的是说 因为喊民族复兴 所以呢 打开窗户就可以抽烟 这个事情就不是那么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强国 所以呢 你挖开 咬一勺水 你们就可以当猪肉汤喝 也不是那么重要的 就好像在维稳之下 所以呢 个人的权利义务啊 那都不是重要 因为国家至上嘛 要民族至上嘛 就跟中国这个 在抗战的时候讲的一样 一切目标是为了胜利嘛 在那样的一个 这个大帽子之下 或在那样一个 美好的憧憬之下 个人的权利啊 恐怕就都摆到次要去 其实我觉得中国过去 可以说是一百年的历史 都证明了 刚才刘平先生这种担忧 就是很多时候 是以国家的名义 是以集体的名义 来压制这个 个人的权利 有很大的漏洞 好 破空 对 以国家 以集体 以什么人民的名义 来牺牲那个个人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过时的一种 所谓集体主义 在共产党过去主张 所以今天来主张 非常遗憾 刚才提到人民幸福 其实我们过去60年 听的太多了 那时候唱毛泽东的歌 东方红 他为人民蒙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今天就有人讽刺 说习近平 是不是要当人民的大救星 不要忘了 他们的国际歌 还怎么唱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矛盾的 一个唱法 事实上我想讲了一个 国内一个 国内一个 可能是个小笑话 就是我刚才有讲 人叫做爱国爱党 有人就有一个人姓王 他生了一个孩子 他去派出了取名字 他先填了一个叫 王党 那派出了不同意 他又填一个叫 王国 派出了也不同意 他就很坚持 他说我就要这个名字 我去取名字的自由 那派出了你回去 我们商量一下 他回去了 第二天派出了通知 他说我们给你 定了两个名字 你来选一下 结果他过去一看 把他原来的名字 加了一个字 一个变成王爱国 一个变成王爱党 把爱国爱党 给他强加在身上 回头说刚才 习近平说 这个强军梦抓军权 抓军权 其实你有一个 正的抓法和歪的抓法 你要顺势而为 不是逆势而为 顺势而为就是 军队国家化 军队不干政 军队处于国防 你自然作为三军统帅 作为一个国家元首 就是军队的当然元首 别的人不可能插手 这就是一个抓军队的 顺的方法 叫顺势而为 但是你现在是逆势而为 抓军队还是用老办法 要把党政军统合在一起 什么党指挥枪 其实这一套已经过世了 你第一没有政治强人 第二胡江恶斗 把党和军已经疏离了 在一个军队里面 他各自三头 各自为政 他最多就是 给你做一个样子 表面上听你的 而最近很多的将领 像刘亚洲 他们都提出军队非常腐败 不仅非常腐败说 三头零力不停指挥 非常严重 这也是最近中共 在钓鱼岛问题上 降温的原因 他们知道这个军队 打不了仗 内部是分裂的 内部是腐败的 好 我听听老盛的说法 谈到强国梦 今天早上我在网上看 有一个很好的一篇评论文章 他说这个强国梦 对人民来讲 应该是宪政梦 自由梦和民主梦 只要人民在宪政的统治之下 只要人民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这国家必然强盛 因为人民会感到自豪 会牺牲自己为国家多做贡献 如果你国家鱼肉百姓 那老百姓怎么又会为国家服务呢 咱们就打比方 现在军队这种腐败的现象 红二代 什么官二代 军二代 掌握军队中的大权 买官卖官 想当一个连长 要要几万十几万的 甚至上百万 如果军队成为这个样子 谁 哪些个人 又会愿意当兵 当国家出现内忧外患的时候 为你充当炮灰呢 所以你要 让人民有一种道德上的这种优越感 那么自由民主 这篇文章就建议 你为什么不从大社刘晓波 什么王炳章 那些所谓异议人士开始呢 那么金三胖 他上台以后 他还搞大赦了 一些罪犯 他都豁免了 那么中国 你一个想做一个泱泱大国 就应该有泱泱大国的气度 应该从允许人民 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做起 刚才我们几位都提到 就是说从这个各种宪政 民间有很多的反弹 我知道就是对于这个习近平的中国梦 民间其实你看网上的反应 很多人是用嘲弄的态度 因为其实确实也没什么新意 但是我想我反复提到 就是我感到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就是说习近平确实是体现了 胡温时代所没有的那种自信 不管是他这个自信 是不是真的是有基础 但是你能感到 就像刚才破空说的 他不管是说话做事 他体现那种自信 这种自信对于很多 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人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那么习近平 他跟这个胡温很不一样 就是说他一上台 他就是党政军三权 全部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 很可能他会开创一个中国 真正就是他要至少对外 他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形象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很多人也担心 就是他真的能够助长 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我们知道他在提到 实现中国梦的时候 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途径 就是民族主义情绪 爱国主义情绪 我觉得他那个习近平的 这个自信心 总的来讲对中国来说 是个好事情的 最后让我担心的 就是你说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 尤其是在中国 一个人我觉得让你爱国 其实更让你闭嘴 没有什么两个 我觉得那个1775年 那个时候那个英国 那个约翰尊是个思想家 他就是说的那个爱国主义 是误赖的最后避难所 这个说法是比较正确的 所以自信心 那个习近平的那个 说话风度也挺好 就是他喜欢那个耍那个男子汉 就是很多人他们都挺喜欢的 可是老强调这个爱国 好像是你听我讲的意思 对 其实中国的左派 从来都是这样 如果你说什么批评中国政府 他就说你是罕奸 或者说你不爱国 这是最常见的借口 好 破空 他这个习近平这个自信 本来是说你党政军大权一览 你要想有所作为 给人民真正蒙福祉 应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我们回顾过去1949年以来 60多年 中国实际上只发生过一次变化 那就是华国锋 粉碎了四人帮 逮捕了毛泽东夫人江青 把中国从一个政治运动的狂热 引导到经济建设为中心 就发生过这一次变化 再来之前都是毛泽东的东西 再来之后都是在经济建设上 尽管邓小平 把它说成是他自己的东西 或者华国锋和赵紫阳和胡耀邦 做得更多一些 江泽民 胡锦涛做得更少一些 但是总的来说 在华国锋这个路线上 只发生过这一次变化 非常的遗憾 但就这一次变化 中国就是翻天地覆的 那么习近平如果再重复 华国锋的道路 或者邓小平的道路 实际上意义不大 如果习近平真的能有所作为 利用手中的权利 他可以做到很多人 做不到的事情 你就是实现宪政 实现民主 你是太子党没错 但蒋经国也是太子党 并且还太子党 他是地习 蒋经国晚年最后推了一把 让台湾民主化 我希望习近平 你要真正为中国蒙福祉 你就像蒋经国学习 推一把 而不是像什么江泽民学习 好 最后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 那么我们来谈谈 自己的中国梦是什么 刘平先生 如果让您来定义中国梦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好 那就是每个人 晚上安心睡觉 早上起来 想到这一天 爱做什么做什么 只要是在法律的界限之内 保生你呢 我的梦想是 中国的新闻同业人员 我们的新闻界同行 可以在没有恐怖 没有这种忧患的情况下 自由地报道各方面的真相 好 宣政民主 很简单 霍空 我的梦想就是 像我们这些异议人士 我们知道我们有我们的祖国 但是没有任何人 有权利霸占我们的祖国 我们可以到国外生存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祖国 我们应该来去自由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梦想 好 那么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 我们来听听北京 这个知名媒体人高瑜 他在推特上 就是习近平发表 这个中国梦这个讲话之后 他的评论 他说呢 他说今天在人大会堂 中国梦仿佛要和美国梦 唱一唱对台戏 那么中国梦实现的三个条件 提炼一下 就是必须服从 共产党的领导和安排 而美国梦的实现 是民主制度保障的自由和人权 他还说 是这届政权最忌讳的几个名词 我们知道从吴邦国到余正生 到习近平的表态 确实都是要坚持 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道路 好 有关这个中国梦的话题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一谈美籍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请您不要离开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继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端家明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 全新打造 为信为实 新闻天职 美国之音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美中如果发生冲突 作为美籍华人 你会站哪边 这个问题对于许多美籍华人来说 可能颇废思量 随着中美两国在经济 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竞争 越来越激烈 美籍华人如何自我定位 来看待美中关系中的矛盾 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在钓鱼岛上的立场 美中黑客之争 乃至中国科学家江波 被FBI调查一事 都在华人社区 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考验华裔 如何在民族情绪 和国家意识之间寻求平衡 那么在美中关系当中 美籍华人如何定位自己的立场 是否可能取得一个 比较理想的平衡呢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按理说 我们都知道 移民到这个国家 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 那么肯定是喜欢这个国家的制度 或者这个国家的环境 那么热爱美国 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事 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知道 比如说从很简单的 最近的钓鱼桃之争 或者是中美黑客之争 你看这个华人社区的网站 反美的情绪 其实是非常的强烈 我觉得在美籍华人当中 那么很多人显然都是美籍华人 他们都是在美国工作的等等 那么宝生 你自己觉得 这种情况 你是怎么看这种现象 首先我们要区分这个华人社区 它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你是不是拥有美籍 如果你拥有美籍的话 我们可以说是 你是美籍华人 但是你仍然是美国人 如果你持有美国绿卡 你还没有成为公民 你还没有对美国宣誓效忠 你是属于另一种层次的人 那么如果你是 以其他的身份来的 你在美国是访问 或者是战居 那么你仍然是中国人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的身份 应该决定你的立场 你除了自己你的判断以外 如果你要是美籍华人 所谓的美国人的话 那么你在成为美国公民的一刻 应宣誓要对美国效忠 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效忠美国 其他的人 你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看戴博在这 但是我想补充另外一点就是 你成为美国人 是你自己的选择 将来你站在哪一边 也是一个个人选择 你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 没有人拿枪逼着你头说 你必须要成为美国公民 你以后你也不能不是美国人 如果你移民过来 你是拥角投票的 可是这个并不是说 你非得有一个一定的立场不可 因为美国人突生突长的 也有各种各样的立场 没有什么保肖祖国或者这一类的 很多突生突长的美国人 也是批评美国的一切的 你还得履行美国的法律 就是作为美国的公民 你要履行这个法律 可是有关你的立场 有关你批评美国的什么文化 美国的什么政策 这个也都是可以自由自在的 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履行这个地方的法律 其实最重要的 我觉得那个华人 你说社区 第一华人的社区不存在 丰富多彩 各种各样的人 而且来自于大陆啊 台湾啊 香港的 东南亚的 可是最关键的是 你是第一代 或者是第二第三第三代的 第一代总是有一点 自己的定位问题 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个国家 爱尔兰也好 意大利的中国的都是有一点心理矛盾的 可是一般来说第二代第三代 他们是纯粹的 百分之一百的 还有一点他们祖宗的那个祖国 那个文化的特色的美国人 谭云姐我需要补充就是 刚才你谈到了发生冲突 这种冲突看你怎么定义 它的形式是什么 它的程度又是什么 如果中美两国紧就贸易问题 什么黑客问题 或者间谍问题进行争吵的话 在美国你不管是美籍华人 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持绿卡等等 你自己都可以有你自己的观点 而且你可以表达你自己的观点 这不成问题 但是你如果发生冲突 比如讲军事冲突 当然我们希望这种情景 永远都不会出现 我也相信中美两国领导人 有这种智慧 不至于让两国之间 发生这种比较大的冲突 但是假设冲突的话 我就说你作为美国人 你或者选择效忠美国 或者你放弃你的美国国籍 选择报效你自己的母国 就这么简单 我们来听听刘平先生的看 简单的来说 在中间牵涉到了 整个中国发展的方向 会让美国人担心 所以会出现的一些 比方说这个FBI的问题 所谓类似于中国间谍 或者是中国黑客 让美国就非常担心 美国现在要设置 反黑客部队 这些事情 如果中国是一个 真正的强国大国 这个我讲的是 刚才戴博说的 是一个民主宪政的 体制下的国家 其实在美国的华人 也就不会那么样的 纠扎 不会那么挣扎 纠结 对 纠结 好 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在海外 我看到两类华人 基本上分两大类 就是按价值取向来分类 一种就是 对 一种是按价值取向 就是说 我不管在哪里 哪里是自由 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这是一类华人 如果他加入了美国籍 他的确是支持民主宪政的 中美冲突之中 他也是站在美国一边的 他是按价值取向 那还有一类华人 他是这个民主取向 就是说不管我到哪里 祖国都写在我的脸上 所以这个我入美国籍也好 不入美国籍也好 持绿卡也好 我都是效忠那个中国现有的 甚至是效忠 现有中国的政权 那么这一类人 就是刚才那个戴博所说的 这个用脚投票 但这个头脚分离 就用脚投了票 选择了美国 但是脑袋呢 却留在了中国 或者我们说身心分离 身体到了美国 但心还留在中国 我觉得最后一类人 会过得会比较辛苦 我是比较怜悯他们 我觉得这里边来说 就是华人 如果是最终的取向的话 应该说就是 你是不管是美国人民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你如果有地球村的概念 有人类的概念 你最终来说 还是应该是一个价值取向 而不是在地球上画几个国件 那就是你的取向 那未免太小爱 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赞成破空的观点 我觉得就单纯的国家概念 是一个比较过时的概念 就是作为你个人的定位而言 就像他说是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比较僵硬的画线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价值取向 对我个人来说 比如说我觉得是一个 更重要的取向 对于很多人来说 在这个全球化的今天 在这个地球村的概念的今天 大家都是为全球的环境 或者全球的文化 或者怎么样 都是从这个大的 深的广的角度 如果你还以单纯的国家概念 我觉得真的是 可以说是有点国实 但是你刚才 你这种问题提出来 就是一种特定的一种环境 是的 如果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话 你不能说我是地球村人 哪个国家我都不管 对吧 可是这个是个 太极端的一个假设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这种纠结 对不起 这个只不过是你们 移民到美国来的 这一代人的问题 我挺喜欢你们的 可是我对你们这一代的人的纠结 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是对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后代子孙 他们的定位才有兴趣 而且他们 我觉得他们自己的定位 他们没计划人 我是美国人 我非常高兴 我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影响 的美国人 丰富多彩 而且中国文化也有很多 很优秀的地方 可是他们还是中国人 昨天晚上我参加了 我的太太是北京人 中国人 我们的孩子 就是你们说婚学 可是他们在中国 曾经住过流年 有很多的中国朋友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认同 他们觉得 我是美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没有什么矛盾 我昨天我的大儿子的 那个音乐会 他们的学校 30%的孩子们 都是来自于亚洲的 可是他们的乐队 50%都是亚洲的 韩国和中国的很多 有一个人就是吹那个Sax 一个中国的小伙子 他们13岁不是小伙子 反正吹得非常好 美国的爵士音乐 而且那个黑管的 也是一个中国人 他们都是美国的音乐 他们站起来 大家都给他们鼓掌 他们爸爸妈妈 明明就是移民过来的 这些知识分子 这个非常非常好 没有任何矛盾 所以这个纠结有时有 陈破空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有时有 可是这个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就是 你拥搅投票以后 你的孩子们在这里的定位 我觉得戴博 你说的也有道理 就是说确实下一代 这是他们 这是他们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 在海外的中国华人 有5500万 那么这些人 那么当然很多是在美国 他怎么定位这个 我觉得还是对于 这一代华人 对我们来说自己来说 确实也是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来谈一谈 我们这个第一代移民 都有这个戴博 破空刚才说的都很对 面临很纠结的东西 因为这一代人 他过去成长的环境 中国成长的环境 是和现在的 在美国出生的 第二代的华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的儿子和我的女儿 一个9岁 一个7岁 都是在美国出生 我们时不时隔一两年 两三年回中国去一次 我给你讲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一家都在中国 然后我的两个孩子 你看到 他们最希望 获胜的是谁呢 是中国人 然后第二希望 获胜的是谁呢 是美国人 他们也知道 尽管他们小 他们也知道 他们是美国人 这反映出一种是什么呢 他们对中国的这种感情 是一种文化上的 是一种血统上的一种东西 我们在也经常教育他们 你们是美国人 你们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 但是我们中国有几千年 文化渊源的历史 就非常悠久灿烂的文化 你们要自豪 你们要学习中国文化 要掌握中国文化 但是我想他们将来的这种效忠 不是一个问题 他们就是一种美国人 所以我觉得说到这个国家 或者身份认同 其实不能光从国家的这个层面 我觉得有几个层面 一个是你作为一个种族 一个民族 中华民族 那么不仅是中国 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等等大的华人地区 作为华人这个民族 第二才是国家的概念 第三还有文化的概念 所以你把这都挠到一堆 确实很不容易说清楚 但是这三个 其实是分别不同的一个概念 刘平先生 我觉得很要紧的 其实是刚才破空讲的 其实这个宁兴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理念 这个理念呢 比方讲 今天不管你在中国在美国 美国歧视人 假设任何人歧视人 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容忍 不管你在中国或者在美国 你对这个异议人士 就把它关押起来 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容忍 同样的 如果这个中国的空气污染 我们很关心 美国还好 大部分地方没有空气污染 任何类的事情 我们都关心 就是一个所谓地球村的观念 所以就回到刚才 宁兴问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当发生到了这种 类似于钓鱼岛冲突的 这种事情的时候 在美国的华人 究竟站在哪一边 其实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 就好像这个 好像早年在台湾的时候 有过一个想法 说如果中国和苏联发生冲突 1969年的珍宝岛那个时候 台湾站在哪一边 对不对 台湾有意识形态的问题 但是也有国家民族的问题 这个究竟怎么站在 这是可以讨论的 我在想到这个事情 其实如果中国是一个 自由民主的国家 中国对于六四这个事情 是一个很公开的讨论 告诉大家史实是怎么样 那么同样的 你在钓鱼岛岛上的争议 所以提出来的史实 就在国际上是具有说服力的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要采取 美国就更难会选民边站了 也就是说 还是看你自己国家 自己走到什么样的地步 在国际上 能够给人家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好 破空 我觉得中国文化中 有一个面子 这个概念 对中国人影响很大 所以很多的中国人 到国外之后 他非常顾面子 比如他回到中国去 他会对中国人炫耀 他是美国人 他到了美国 他又会炫耀 他的中国人的身份 所以他这个 由于顾面子 他的一些做法 就非常的不可思议 比如一方面来说 他这个要生活在别的国家 做别的国家的中国人 他不在中国的土地上 做中国人 但是另一方面 就刚才戴博讲了说 那个为了下一代 实际上很多人入美国籍 他都不知道 他宣了什么事 站在心跳旗下 他一句都不知道 跟着别人重复 他也不知道什么价值 他不认同美国 但是他为什么要入美国籍呢 他有个功利主义在里面 他就说 为了后一代生活得好一些 为了他领取某些福利 甚至为了他出国方便 美国护照到处都是免签证的 所以有出一种功利主义 跟那个面子在做斗争 如果我讲面子的话 刚才宁昕讲了一个 就全世界的华人 你如果真的要讲面子 我们看全世界的华人 你可以为台湾骄傲 为香港骄傲 甚至为新加坡骄傲 甚至为在美国的华人 所取得的成就去骄傲 但是你很难为 中国那块土地上的事情去骄傲 你现在有中国人就问他 一个上海人前来来问他 我中国好吗 他好得很啊 我怎么个好法 他我一打开窗 我就能抽免费的烟 他说我一打开水龙头 我能够喝免费的猪肉汤 他说而且你说多好 他说我的孙子 每天喝外国奶粉 他说你看中国多好 说这种很讽刺的话 就证明他们根本 就没有为这个国家 去感到自豪 说恰恰是中国 现在这个制度 现在这个状态 再给中国人丢脸 如果真正顾面子的话 我觉得是把自己的国家 建设得更有尊严 让人民更有尊严 恐怕更有面子一些 可是同时的话 我觉得这个文化交流 文化冲突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里面的这些文化冲突 我们不必老说 哎呀痛苦 这个定位我没搞清楚 或者是我应该骄傲 好像就是一个 令人很不高兴的东西 其实这种东西 是富有幽默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有一点这个文化冲突 包括在婚姻里头的 这些文化冲突 也很幽默 丰富多彩 如果你能够嘲笑自己 笑自己的 也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也不是个很矛盾 很痛苦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必 就是把这些说的 我觉得太严肃 我觉得戴博 你这样说是因为 你没有面临像我们这样的 这种身份的这种焦虑 因为我觉得其实 作为第一代华人 他很多时候是面临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像这个最近这个时间 这个中国科学家江波 他是在这个NASA工作的 中国科学家 那么他带了一些文件 要回中国去买了单程机票 那么弗吉尼亚的议员 沃尔夫就指责他说 他这个中国间谍 然后就说奥巴马政府 在NASA雇用了几百名中国人 他把这些中国人 全部就是有一个 当然没有这样公开说 但是你暗中的这个定义 就好像是这些中国人 都是值得可疑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美国人 从来不会面临这样的怀疑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你中国人 你自己作为中国人 虽然你不是间谍 你心里面也觉得 也会有一种不快之感 就是这个国家 对你的尖锈度 也会影响你的忠诚度 这个事件在华人社区当中 不管你怎么说 有没有华人社区 我们从广泛的来讲 还是有华人社区的 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 为什么呢 这里边跟一种炒作也有关 美国发生不发生 其他的国家 来窃取美国情报的 包括以色列有没有 以色列很多 盟国 其他多国家 所有国家 都是一样 那么出现中国间谍 而且现在这个案件 是不是间谍 我们还不知道 好在美国有一个无罪的推断 在我们证实你有罪以前 你仍然都是无罪的 这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华人就说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 李文和的案件呢 这个提出这些问题 这正反映了美国司法制度的伟大 没有人说的 这个人已经被这个某某议员点了名了 或者法庭已经要开庭了 就说他有罪 这证明了美国法律的伟大之处 美国司法制度的伟大的之处 允许大家有不同的疑问 这个呢 当然也和美国的媒体的一些炒作 有很大的关系 我记得当年李文和案件的时候 报道也是铺天盖地 很多人也就是推动 推断他是有罪 而且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亚裔 甚至说华裔的在美国一个network 美国很大的一个电视台 做新闻主播的 他说你看一看你周围的人吧 看一看你周围的邻居 他们有可能就是中国间谍 用这种方式说话是非常不恰当的 这也引起了美国很多华裔 甚至其他人的反弹 就是大家都要思考一下 首先这个案子并没有结论 现在他还没有被起诉 他有很多可疑之处 其实他起诉也没有说 他必然是有罪 因为他还有方式 有办法来为自己辩白 然后法庭或者陪审团 他要做出最后的判定 而且美国的这个情况 一边来讲 我们知道中国是 派很多间谍到美国来 以学生的身份 以积极的身份 而且如果他们能够拿到这些情报 尤其是有关那个航空这些方面的 肯定是会窃取美国的商业秘密 和国家秘密的 同时的话 这些华人对美国做出的贡献 非常非常大 如果明天 所有的在美国 什么大学 公司 政府 实验室 工作的华人 都回中国去的话 美国就崩溃了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总的来讲 中国人 包括新的移民 对美国做出的贡献 远远达于 他们对于美国的伤害 总的来讲 美国虽然是有这些问题 有中族歧视 原来有几十年的 什么排华法案 这些问题 有 可是作为一个 比较公开的社会 其实其次 我觉得还是刘皮炎说的 最关键是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崛起大国 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感 所以我觉得美国 对于中国的 更不信任的加深 对吧 然后我听听破空 他好像有什么 对 这个就是说 刚才讲的这些事情 华人我们可以说 对有点激变的怀疑 感到不满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主要的责任 还不在美国 因为在中国来说 还不是个崛起的问题 在中国来说 你崛起像日本和德国 战后的和平崛起 那没有人有意见 对吧 欧洲的这些国家都很富裕 关键是你怎么个方式来崛起 你是对内镇压 对外威胁的方式来崛起 同时向外国派出 大量的建立 做一种敌意的 这种敌意的操作 把美国当成一个 潜在敌 假想敌 未来的敌人 当然美国就害怕 说这个情况 我觉得主要的责任 还是在中国那边 另外刚才我讲到 这个顾面子的问题 我们就设想一下 如果密西西比河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 突然有一万多头猪 在那里飘浮 大家想想 这个国家形象是什么 说中国与其 做那么多事情 来修复面子 或者很多华人 觉得加仇不可外扬 要修复那些面子 你还不如实实在在 把中国的一些 制度调整好 把人民能够充分地解放 给他们一个权利 给他们一个尊严 然后让中国的文明 跟世界文明融合 如果中国的文明 跟世界文明融合 而不是对顶化 我想刚才说的 这种大面积的怀疑 也就会迎刃而解 刘平先生 好的 有一位美国的外交官 讲一句话 他说在东海冲突这件事 美国一再讲说 主权力上 美国不选边 但是美国明明就是 大家知道站在日本那边 他为什么呢 他说是因为 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忧 而这种担忧 不是对于中国的担忧 其实是对主政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 这种体制的担忧 也就是说 我们华人 现在在这边选边 或者是常常 你刚刚用那个字 挣扎 还是跟我们这个祖国 自己在那边的 那个变化 能不能够达到 世界的潮流 和世界的预期 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好 保身30秒的时间 我想这个 不同体制国家之间 甚至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 发生冲突 是时常有的 日本经济崛起的时候 70年代 80年代 那么美国对日本的戒心 我想也不会太少于 现在对中国的戒心 这是一样的 当初我记得 有一个日本科学家 被美国发现 到美国来窃取情报 他去一个什么单位 把他领带有益的 进在化学的这个 荣业当中 被抓住了 都是一样 所以我希望 两国的领导人 有智慧来管理 来处理这些个纠纷 好 因为这个美极环的话题 其实非常有意思 希望以后呢 我们再有这个时间 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很快就会是 我们的这个弹无戏发栏目 请您不要离开 好 节目最后是 我们的淡无虚发栏目 请各位点评 最近一个星期 一些没上头条 但发人深省的新闻 刘平先生 好的 中国新任总理 李克强的记者会上 最受大家关注的 其实不是李克强 而是两位新闻记者 两位新闻记者 一位是男的 一位是女的 性别平等 一位是电子媒体 一位是这个平面媒体 可谓语露均沾 一个人呢 是用他的这个言词 让人家觉得 他好像是在这个 恶语阐媚 还有一个人在动作 大家觉得 他是不是在挤眉弄眼 不管怎么样 他们两个人 给大家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人民 提出了什么样的声音 大家的难过的是说 800多个记者 只有11个人被选到 但是你们是不是 糟蹋了这样的一机会 也就是说 新闻记者 你所要面对的 恐怕不只是说 你希望能够 所谓的这个 受到人家的青睐 更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尽到你的职责 这个让我们非常难过 或者说是给我们 更大的警惕 好 戴博 25年来 很多中国朋友 一直在告诉我 美国人是对中国 太缺乏了解 主要是因为 美国的媒体 他们不写很多 有关中国的报告 而且他们写的 有关中国的那些文件 都是强调了一个 中国的负面 我今天也要说的 过去也许有点 这个问题 可是现在 肯定是没有的 越来越多的美国媒体 写的很多 有关中国的什么博客 特殊的节目等等 纽约时报 现在有中文版 华尔街有报 有中文版 华盛顿有报 天天很多 有关中国的文章 像那个亚洲协会 的那个网站 也是有很多 有关中国的 那个正面的 这些新闻 负面的也有 很平衡 纽约克的那个博客 尤其是最近 那个大西洋杂志 非常有影响力的 一个杂志 他们的那个网站 有国际新闻 国内新闻 环保 这些大问题 他们加上了 一个中国 现在天天都写 有关中国的文章 没有任何一个 别的国家 有他自己的 一个频道 在那个上头 他们加上了 两个新的频道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男女关系 一个是性 那在美国 如果你这个国家 跟性一样的重要 你的地位 已经搞得不可再高 好 保身 好 那我们知道 天主教新教宗 方济的 3月2号 已经正式就职了 回顾他这个就职典礼 大家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的 简朴和谦卑 他乘坐的这个轿车 是没有防弹玻璃的 他佩戴的十字架 是铁制的 不是纯金打造的 就连象征教宗的戒指 也是镀银的 而不是全金的 那么他的这些做法 让大家都感觉 很多人感觉到汉颜 这个教宗 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统治着全世界 12亿人口 跟中国人口差不多 所以我就希望 那些个美美高级 高级轿车 带步 这个名贵服装 加身 而且名贵手表 加万的这些中国官员 也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 好 破空 就在习近平访问 俄罗斯前夕 那俄罗斯做中国的大使馆 就首次开通了微博 要跟中国的网民交流 结果没想到 这个非常热烈 不到这个刚刚一天过 就两万四千多条 这个评论拥了进来 而拥进来之后 没想到的都是一边倒的 这个挖苦 讽刺 这个骂俄罗斯的 比如他们的主要的论点 就是这些 就是说这个在近代历史上 侵占中国领土最多 损害中国人们最大的 就是俄罗斯 而且延迟了中国的民主进程 这个罪有累累 那么很多的表述是这样的 说把你们害人的主意 拿回去 把我们神神的领土还回来 把马列子孙领走 把我们的土地还回来 把你们的儿子党领走 把我们的土地 祖先的土地还回来 所以所有这些说法 这个搞得 这个俄罗斯领事馆 非常的大使馆 非常的忙碌 紧着酸贴 使劲而酸 最后中国网民 又给他送了一句话说 现在看来 那个俄罗斯 驻中国大使馆 最忙的工作 就是酸铁子 说祝你们酸得好 我想这个现象 对正在莫斯科会谈的 中国两国首脑 心下恐怕很不是滋味 好 谢谢你们各位的点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交点电话节目 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我们四位嘉宾 刘平 戴博 宝生 和陈破空的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或者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提出建议 节目最后呢 我们带您看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俄罗斯的情景 我是宁兴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